觀眾朋友晚安 我是小官 這又不是新聞 這是你的口袋 我們經常說你不理財 財不理你 但是要改變口袋之前 請你先改變腦袋 所以在今天我們要告訴你的是 買賣房子大家都看實價登錄 實價登錄可靠嗎 有沒有陷阱呢 通事也要教你今天看真正福氣 要教你靠兩檔ETF 一年大賺18% 沒有年金沒關係 同學在今天還要告訴你的是 現在的日圓已經創下五個月新低 很多人說我現在去換日圓 是不是最好的時機現在該換嗎 而外幣高利定存 是真高利還是假高利呢 我們剛才介紹 在今天來到節目現場的來賓 要請到理財達人施生輝 大家好 我是樂活大叔施生輝 樂活大叔 因為靠ETF什麼事都不用做 都不用煩惱了 每天 輕輕鬆鬆 因為不要選股 喝茶 喝水酒 就可以年賺水8% 水酒今天有瓜好 邀請到5比5總監理葉國華 大家好 邀請到萬保投資總監蔡明湘 大家好 鄧大財經紀副教授段昌文 大家好 以及黑心投資客帥過頭 大家好 我們來看 在今天有一個新聞是 全台房價漲幅排行榜出爐了 我不知道會不會跌破你的眼鏡 有三區漲幅出乎意料之外 漲幅前三名可能真的不是你想像的 你用的漲最多是哪裡 是一計劃區 大安區 你想的可能是這些區域 但是我們來公佈答案 到底全台房價漲幅排行榜出爐之後 到底哪幾區漲最多呢 第一名 高雄市新興區 第二名 台中市北區 第三名 台北市萬華區 結果漲幅前三名是高雄新興 台中北區 台北萬華 為什麼 高雄 我們現在講高雄新興 高雄新興為什麼漲水又怕 因為韓國瑜嗎 因為發大財嗎 我不懂政治 我不能亂講 不過我倒是可以說 這一次房市的低迷之後 慢慢的回穩 就自助行買房進場之後 我們看到了所謂的好的地點 不是過去大家以前記得什麼七期 什麼蛋黃 什麼蛋黃 什麼新義計畫區 什麼大安區 什麼阪新特區 農武區 不是 來 我們來看 我們先來看高雄新興區 我們講高雄新興區 這是哪裡呢 就是美麗島站 各位知道嗎 美麗島站 就是這條紅線 從左營高鐵站 一路做到小港的這一條線 跟從大寮鳳山 一路拉到西子灣的這一條線的交叉點 就是這個美麗島站 這個地方就是漲最多 這個地方就叫新興區 美麗島站 對 那這裡的人口有很多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現在漲到多少 現在一坪多少錢 這裡啊 這裡旁邊有一些開到三四十萬 新房子 對啊 大樓 大樓 新房子 舊的 二十幾萬 十幾萬都有 那你多久 但是新的 我們說新的比較有標準 新的 我不能講誰住在這裡 很有名人住在這裡 這裡有一個民生路 跟中山路的一棟大樓 很新很高 對不對 那一棟都四十幾萬 很多名人住在那裡 我不能點名 你都是 我不能點名 就在這裡 就在這裡 那我也講說 那你講其中一個子酒 好像住在那裡了 對 其實我真的要講的是說 你看他這樣的一個成家 現在住家 這是一個好的仲介 收口如瓶 誰住在哪裡 絕不能講 對啊 這要保密 因為太多人在 我現在講 這裡因為他的人口密度相對高 然後你看他的捷運 你主要動線在這裡 那會不會再漲嗎 會 而且最重要 我偷偷講沒有在節目安排裡面 那我們要效應嗎 不用 可以講 可以講 各位走一下 這裡面有幾個捷運站 其實那邊很多店面 現在都關在那裡 都不會很久 價錢很便宜 那店面關在那裡 你又說這裡的家裡 我跟你講因為人進來 將來動線就會跑出來 以前這邊是都沒人 因為高雄的捷運效應 過去是沒有出現的 那你意思是 當房價開始漲之後 就代表人要進來 人要進來 人要進來旁邊的店面 當然 因為他持續賣不掉 所以他價格是掉下來的 價格是掉下來的 你可以去撿 那你要找好動線 店面我沒辦法 你太過了 沒有... 我是注意提醒當地的人 去注意這裡 你是名牌 注意... Attention... 為什麼高雄星星長那麼多 因為這是鐵路地下化 第二名的台中 是因為鐵路高價化完成 第三名的萬華 是因為萬大鐵運線完成 那我們就來講鐵路地下化 因為鐵路地下化 引爆的房價上漲商機 確實驚人 非常的驚人 假設講以前 就要講崑陽捷運站 崑陽捷運站 崑陽捷運站南港 那一邊我曾經騎摩托車 要過一個公里 都是20分鐘 汽車更久 因為它開起來 它要1分鐘後 火車過來 再下去 再下去 再5分鐘 你腳手蠻 你怪什麼 腳手蠻沒辦法 但很久的 等到它鐵路捷運化的時候 現在市民大道 市民大道的時候 就沒有阻攔 網上也沒有 你本來屁股 對著廚房 對著鐵路線 現在轉過來 直接開店面 當著市民大道 那是去多少杯 所以你那時候 在崑陽站有買過房子 我崑陽站的時候 那時候公益 是買10萬 等一下10萬而已 一批10萬 那是當時的事情 那個是民國八十幾年 我可以告訴你 南港 抱歉 爸姐 我們還沒有進入江湖 南港鐵路 南港鐵路 那個高鐵在挖 民國九十萬年 旁邊是工業區住宅 五樓我真的買10萬 我不賣的話 今天50萬以上 那個高鐵也通了 就是很近幾百公尺 所以房地產不是這種 短期投資各位賺到錢 是很笨的放很長的 都賺很多倍 所以各位 政府的捷運跟高鐵 是政府花了幾千億 然後送給附近的屋主 所以各位屋主 各位你真的要想要賺錢 看看政府的公共工程 開在哪裡 你趕快買 然後你就會漲 你當然會漲 雖然你連油漆 都沒有油漆 還是會漲 你那一瓶十萬塊的公寓貨 你賣多少錢 我這種人 十萬買進來十萬 當然他留不久 你看就知道他留不久 我沒聽清楚 我十萬買進來十萬 當然一定賣 我怎麼會到五十萬 我像那種人嗎 所以 哪裡都會漲的地方 是在桃園 所以你剛剛說 現在要看的是桃園 桃園 桃園哪裡 因為桃園的鐵路原線 有平交道的地方 最被炒到的地方 而且是後站 因為桃園要鐵路地下化 所以就去找桃園 有鐵路最潮的 對 晚上都睡不著 就是那一刻 然後鐵路地下化 你的 你屁股本來對著那個鐵路 然後轉過來就變成店面 然後 我幹嘛不能臉對著鐵路 幹嘛一定要Q對著鐵路 不是 現在大家都這樣 沒有人開門建鐵路的 所以前面的巷道 門都開在那邊 所以以後 怎麼知道它鐵路地下化 鐵路邊的 林農村那邊就對了 大門面對著小巷子 屁股面對著鐵路 但是那是廚王 以後會走過來 未來會漲的潛力股 我們今天講的 高雄就是鐵路地下化 台中第二名就是鐵路高漿化 桃園就是鐵路地下化 不過緊接著說到潛力股 我們來看看 到底用什麼方法 可以靠兩檔股票 一年賺18% 不必在乎有沒有年金改革 我們來看 今天有投信推出5G主題的ETF 5G成為投資險學 5G主題的ETF可以買嗎 特別是說到ETF吸引股民 填息布局法專家 他0056出席的那一天 爆出歷史天亮 所以ETF達人就要來告訴我們 到底5GETF可不可以買 以及ETF的18%賺錢數 好 5GETF可不可以買 我個人對5G這個產業不是很熟悉 所以我不買它 現在ETF有非常多 你的手機我拿出來我看一下 真的嗎 你手機是用什麼 iPhone XR 那滿新的 滿新的 因為那時候在促銷所以買的 那你都用到iPhone這麼新的款 但是其實我用的功能都很少 我自己 我覺得ETF就要買各位熟悉的 不要買不熟悉的 雖然我現在在打這個投信公司 所以等你搞熟悉之後呢 你再教我們 對… 好 那我們就來講你熟悉的好不好 來 0050跟0056 你說只靠這兩支 一年可以賺18% 好的 剛剛我聽了這麼多房地產的投資 我這個腦袋實在裝不進去 實在太難了 我相信普通老百姓 大家也聽不太懂 普通老百姓最容易做的投資 就是股票 但是1600支股票很難選 這個時候我推廣的就是不要再選股了 0050就是台灣最大的 50家公司的組合 0056是股息殖利率前30名的組合 大家投資之前先要想風險 這50家台灣最大公司 會不會同一天倒閉 不會吧 但是它有可能有秩序 有陸續續倒閉 不可能 但是其中一家可能倒閉 50家不會同一天倒閉 不會同一天倒閉 最重要是不會同一天倒閉 那個30支股息殖利率的0056 30支也不會同一天倒閉 那只要不同一天倒閉 我們就沒有風險嗎 是 我覺得當0050跟0056 50家跟30家同一天倒閉的時候 萬一真的有這個事情發生 你的新台幣大概沒有用 問題是有系統性風險 比如2008年金融海嘯 比如1997年本土金融海嘯報 當然 系統性風險說不管你有沒有買 那個售0050就會跌 當然會跌 但是你在系統性風險之下 哪一支股票能夠投過這個浩劫 不可能 還不如買0050 因為這永遠都是台灣 除非你不做股票 對 除非你不做 系統性風險 系統性風險會造成什麼結果 套牢 但是我跟各位講 投資股票最大的宿命就是套牢 但是這個時候你要選套牢 在什麼股票上面 還有股息可以領 還可以睡得著覺 你選個股就有壓力 對不對 因為個股都可能投幣 所以說你的意思是套牢 沒關係嗎 沒關係 我覺得就是大家怕套牢 就不敢買股票 不敢買股票 不會賠錢 但是也不會賺錢 在這個時代 不賠錢不重要 一定要賺錢 我懂不懂 所以 所以我覺得就是0050 0056 就是普通老百姓 最適合的投資票 因為不要用腦筋 但我覺得你有一點誇張 你有一點浮誇 是 0050 0056我們計算過 年頭暴率是6% 對 但是是這樣子 那你怎麼做到18% 你不要騙 0050我是賺價差 你知道在上漲過程中間 還是有上上下下 上漲10% 你可能上上下下賺 可以賺15%吧 因為它不是那個完全的 為什麼大家說 那個年報走率6% 是因為你不動作 就只有6% 你就買了之後你就睡覺 對 但是你如果0050上上下下做 是有機會賺到的 那0056不一樣 隨時都可買 買了忘記它 所以0056我是長期持有的 忘記它 忘記它 就永遠值得領股息 不要買賣了 因為0056那個 怎麼講 它的股價波動很小 非常非常明顯 那配股配息 一年可以配多少呢 今年配1.8 所以今年除息前是29.03 1.8除29.03 超過6% 多好 但是0056今年你如果不賣的話 加上股息 你知道是賺多少嗎 賺20% 因為我0056都抱著不賣 所以我就賺到20% 賣到0 0056抱著不賣會有20% 因為今天 今年最低是23.94到今天 你還有價差 還有價差 因為帳上還賺 你不只有股息 帳上還賺 股息加價差 你光光今年賺了20% 光光0056 對 那表示你買在低點 但是那個價差 沒有實現獲利 你聽懂嗎 因為沒有實現獲利 你買了就不管它 不管它 因為我長期持有 所以其實也不管今年 那我就算6% 公道吧 什麼 我就幫你把0056算6% 不行 因為0056 你買了不賣的話 其實就算20% 那我的財產有一半是0056 所以20%有一半就是10% 不是 但問題是我們的觀眾朋友 不一定買在低點 不一定有那麼高的價差 我們保守估計6% 那我要讓你告訴我 另外的12%怎麼轉 我就說我的個人例子是不賣 但是現在才27點多 假設明你還可以配1.8 那也將近6.5% 6.6% 所以我建議大家不要常常去想說 現在股市是不是1萬點了 如果那個股息殖利率很好 6%打敗通過膨脹率一倍 那就買了不要賣了 好 那我們就來看 其他12%怎麼轉 另外來看0050 0050 這個0050很簡單 日K小於20買 日K大於80買 因為KD嗎 對 因為0050跟大盤完全聯動 所以現在是 來 我們交觀眾朋友來 不可以買 現在K是89.75% 對 現在不可以買 應該要賣掉 所以現在是賣 賣 而且我直接說 我現在賣光了 我現在賣光 因為我要照著紀律做 不要做任何的判斷 不要管美中貿易在怎樣 我通通不管 我就照著紀律做 所以20以下你就買 80以下你就賣 像這個地方是不是 這個地方其實持續好多天 你可以拚命買 但是在高檔的時候 這幾個都是超過80 對不對 這個時候就分批賣 但是人性告訴你 大家都不敢在這裡買 因為大跌 利空消息一大堆 這個時候我就教大家 克服人性的方法 什麼 五個字 大不了套牢 你只有在有套牢的心理準備下 你才敢在地上買 你套牢又怎樣 每年0050還有三塊錢 套牢最大 套牢最大 對不對 我都不怕套牢 還怕什麼呢 對不對 而且它不會變壁紙 50家不會通一天到壁 所以第一它不會變壁紙 第二它不會同時同一天倒閉 所以你已經規避掉很多風險 系統風險當然存在 任何股票都不能逃脫 對不對 0050 低值的K 20以下買 80以下賣 但是我必須承認一點 今年0050漲了22% 因為用我這個方法 有的時候賣掉之後還會繼續漲 我照紀律做 不可能賣在最標點 但是所以我今年只賺了16% 我沒有賺到22% 所以你照你的機率 你今年20以下買 80以下賣 20以下買 80以下賣 公關價差你賺多少 賺16% 16% 但是你若抱著不賣 是22% 我必須承認我錯了 我0050應該抱著不要管它 但是0050現在80 就甚至超過90塊了 我覺得大家抱著 這個反而違反人心 大家還是會怕 適度的落袋文案我覺得是OK的 照你的方式 對 0050加0056 今年總計賺多少 0050 16% 我只能賺一半 因為只有一半是0050 就8% 0056我都不賣 所以20%都賺到 但是最半就10% 所以你今年賺28% 18% 18% 對 因為0056賺20% 不過今年是比較特別 因為台積電 台積電漲32% 那你又不是只有今年 這麼操作對不對 以前都是這樣做 往年的平均值可以有多少 超過20 因為現在萬點之上0050的價差 確實比較小 大家都會這一招了 好 但是大家都會這一招 你有沒有照紀律做 對 紀律最重要 好 來 我們回來看 所以聲威兄說 有6千萬不要 如果有6千萬我一定要 我只有6千萬的財產 不好意思 在做的都比我多 還好 第一個 千萬不要用大腦 因為現在用大腦就是你在判斷 但是誰能判斷正確呢 只有川普能正確 任何人都不知道 他明天要發什麼推特 所以不要用大腦 我希望大家在投資股票 要建立在一個 我不知道的基礎上面 因為你永遠不可能 預測未來 你不要講 我後面10點還有節目 10點的節目的內容 一定要知道 但是我不能幫大家 我的方法不能幫大家賺到大錢 只能賺到安心的錢 其他專家可以幫大家賺大錢 我只能安心 要賺安心的錢要注意這6個 對 千萬不要 千萬不要用腦袋 千萬不要相信長期不理 重點是長期 我希望大家股票賺來的錢 要多少把它花掉 花掉才是擁有它 不然你破壞一個股災 就是只上富貴一場 不要相信任何人 就不要聽名牌 因為買0050 0056 根本不要聽名牌 不要選股 不要懂太多 懂越少 等得金最重要 懂得多都是皮毛 反而風險沒有 千萬配置不要超過三種 因為你一旦買了房子之後 一般老百姓 其實已經沒有錢可以配置了 所以請記得就是保險 房地產跟最熟悉的投資工具 如果你最熟悉是房地產投資 也不要碰股票了 千萬不要 趕快還清貸款 那個0056都6%了 我每次有錢我就換貸款 好 我們再來看 那麼在貨幣上 又怎麼做投資呢 在這兩天最熱的新聞就是 日圓 日圓會降下台五個月半月 新地換10萬塊日圓可以省新台幣 1850元 哇 差那麼多 對啊 所以這個哈日族看過來 從這個10月29號這個低點 我們看到匯率是來到了0.2846 好 我們來看一下日圓會價 對 那8月13號的時候 日圓最高的會價是在0.3029 我們現在拿10萬塊的日圓 本來需要的 你現在可以換到多少 換到28440塊 所以現省台幣1850塊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但是我告訴大家 現在日本的消費稅率是10% 你還可以假如說這10萬的日幣 你都去日本買東西的話 還可以退稅 對 還會退多少 2846塊 我把它算起來 一共大概可以省到4700塊的台幣 哇 那就省很多 好 如果觀眾朋友 你拿5萬塊新台幣 現在此時此刻你就換日圓 你可以換 多換到10614塊日圓 那這是什麼概念 你可以多賺3張晴空塔的門票 多賺11碗拉麵 多賺1張東京迪士尼樂園的全票 再加上3碗拉麵 以及多賺1張環球影城的票 或或或或或 不是通通都賺 所以看你喜歡吃晴空塔 還是喜歡吃拉麵 對 所以這個時候應該來換日圓嗎 來問一下教授 這時候是一個好的時機嗎 我覺得不是 因為日幣的話 是屬於避險貨幣 那避險貨幣如果說很多 有一些空的消息出現的時候 就會有日幣會有湧進一堆投資人 我覺得這跟川普有很大的關係 為什麼 因為中美如果貿易戰如果出現的時候 有沒有想想看 那個高點 日幣的高點 通常都在川普放話完之後 說要制裁中國 或者是有某一些 避險的一個趨勢出來之後 所以他就會升 對 他就會升 那最近貶也跟川普有關了 當然 跟川普當然是有關 為什麼 因為他說一下子說要合 一下子又要吵 所以你就看川普放話出來的話 基本上日幣就會跟著 所以教授認為如果去旅遊可以 但是如果你要把它當作投資工具 現在不宜 因為為什麼這一波日元跟台幣的會價 達到了0.2846兩個原因 第一個 教授講得對 川普一直在每天推特講 中美第一階段的協議 現在談得非常的好 所以下個月16號17號 在智利的APEC 大家認為說 會跟習近平簽這個協議 所以日元就失去了避險的作用 現在這樣才貶 第二個就是說 外資一直匯進我們台灣 台幣又很強 台幣現在從31.5到30.5 所以台幣強 日元 走扁 這個會差拉大了 不過現在是不是好一時機 我們想 我們現在一年有400多萬人士 到日本去旅遊 如果從旅遊的角度是 是 那我常常發生一種情況 就是說 去日本的前一天 哇 0.28 然後到日本買了東西 要刷信用卡的時候 哇 0.29 對不對 所以早知道 在台灣就多買 換一點這個現鈔 但是我們不是省 你沒有辦法再當地 所以很多人說 是不是要等到0.27再來換 對啊 所以專家建議 0.28的時候 換一點 但是假如能看到0.27的話 那就換多一點 0.27換多一點 所以 Pepo第一個方式 就分批買進 你沒有辦法 第二個的話 我覺得這個很好 尤其常常到日本旅遊 比如說一年 我朋友有人 一年去十幾趟的 還有那些 一定去十幾趟 對啊 沒事就往日本跑 再過來商務客 那這樣 你現在台灣開一個 外幣的帳戶 我們很多的觀眾 有外幣帳戶 但帳戶可能都是 美元跟人民幣 開一個日元 然後再去申請一個 日元雙幣的一個信用卡 好 我現在假設我看到0.27了 多買一點 存到我銀行的外幣日元的戶頭 然後拿了這個 日元雙幣的信用卡 到了日本去刷 刷了以後 銀行就從你 外幣那個日元的帳戶 把來扣還 就不會遇到你說 我現在那時候是這個匯價 那當地消費的時候 匯價又變了 對 那這個 再過來就是說 我到日本 有地方我可能要用現鈔 去領 用這個信用卡 雙幣的信用卡 領出來的現鈔的時候 匯價是比較漂亮 而且不會扣那個手續位 這也是第二個 第三個的話 我們很多銀行 現在外幣的ATM 比零貴 你到零貴的時候 那個匯率結帳的時候 那個不會給得很漂亮 但是你用ATM去領日元的時候 它會少一個千分之二 給你比較好的一個匯價 我記得這個方式也不錯 所以日元持續的扁 扁到五個半月的新低之後 蔡總給了 如果你要去日本旅遊 怎麼樣換匯最省最划算的百保 不過剛剛教授也說 如果從投資的角度 他不認為這時候換日幣來做投資 是一個好的投資 那來投資美元高利存款如何呢 好 最近很夯 美金高利定存和一般定存來做比較的話 可以多賺多少呢 其實這個我們昨天應該就試算過 多賺0.44%嗎 不對 是負的 是 所以是 對 高利定存比一般定存 雖然還少 對 少了0.44% 那那就不對 它不是高利嗎 高利怎麼會比一般少 所以高利的話是指稱的是說 短期高利 長期就低利了 而且比一般的銀行的低利 還要來的低 這個廣告在我們經常看到啊 說年息最高可以到2.08% 包括什麼3%4%都有耶 高利 高利這兩個字好誘人啊 所以你就看到 它寫14天是什麼用意啊 那只能存兩週啊 意思就是告訴你說 你那個2.08 就是存兩週 我們的解讀通常是 原來存14天也可以有啊 那如果14天也有的話 那140天肯定更有了 本不是 沒錯啊 但是140天的話 就變成是低利定存啊 所以只給14天 對 只給14天 不是14天也有 不是 所以其實它的高利是只給短期的 對 短期的 那超過14天之後 它用一般的利息來算 反而比你長期做一般定存 平均還要來的低 當然啦 因為銀行要吸你的資金過去啊 從A銀行搬到我家銀行 我家銀行比較好啊 所以這銀行的一個 吸金的一個手法之一啦 好 所以我們來算 我們來精算一下好不好 好 來 昨天我們算過就是 如果你存在一般的銀行的 一般的美金的定存的話 是獲利年化的 是1.7664% 一般銀行的美金定存是1.7664 是 一年啊 平均 那如果你存在高利定存 一週有4% 那麼就有1.3256% 這怎麼算呢 年化的啊 對 因為你七天到了 你還要繼續存吧 再存一年啊 同樣的道理 這邊也是存一年啊 那為什麼兩者會差距這麼大 因為通常高利定存的銀行 它的一般利率都非常的低啊 它的一般利率比沒有高利定存的還來得低 對 所以我們就來看說 當你把錢搬到這家銀行之後 一年之後 結果呢 那不就是會接到很多電話嗎 要不然就是說 你到銀行去要辦續存的話 或者是說 你要搬到另外一家銀行 另外一家銀行就告訴你說 我這邊有高利定存 你要不要轉過來 那你要把錢轉過去的話 基本上有兩種方式 剛剛蔡總應該有提到過就是 你去提現金嘛 但是問題是提現金 不是提台幣這麼容易啊 提現金可是有費用的啊 這費用一般銀行分兩種 一種是用費率 用這個佔你的百分比多少 那多數銀行大部分 都用所謂的差價 跟極其匯率的差價 所以我用私銀行的 它的提現手續費 是百分之0.35%來計算的話 那大概算起來的結果 如果你再把錢搬到 另外一家銀行去的話 還是美金啊 那美金的話 存要不要手續費 要啊 也是要手續費啊 那我們就看說 替銀行收了手續費的話 它是用買賣價差來計算 好 算出來結果的話 你如果提現喔 轉到替銀行去存的話 再存的話 那你要賠上一些手續費 算出來的結果 報酬率會等於百分之0.6% 所以教授的意思是 如果我在高利存15214塊 在本利盒之後 這個是台幣還是美金 美金 這是美金 15214美金 那我存在那裡呢 我如果高利只有7天或14天 最後算出來 投報只有1.3256 我就會覺得不划算 我就搬家 那我把這15214美金 搬搬搬搬搬 搬到另外一家銀行的時候 我會有提現的手續費 1634塊錢買幣 還有一個轉存的手續費 還有一個轉存的手續費 你轉到替銀行去的話 還有一個買賣的價差嗎 這兩個都會有嗎 這兩個都會有 好 這兩個加起來之後 你跑去另外一家銀行 縱然它是高利 是 教授計算了 你是用多少高利來算 你前一年的報酬率 還要再扣除掉這些費用的話 你前一年的報酬率 就等於0.653%了 這是提現的部分 那當然有很多人會認為說 我幹嘛去提現 風險太高 那我用轉帳的 國內的匯款 對 我用轉帳的 我用轉帳的 大家認為說轉帳不用錢嗎 跟台幣一樣說 我們金管會提供給我們 500塊錢每天可以免費嗎 不對 美金都是要錢的 那我曾經在一家銀行 華資貝的銀行 大家有沒有想想看說 如果你在一家 同一家銀行 分行跟分行間 或者是分行裡面 自己台幣轉帳要不要錢 不用 應該是不用吧 好像網內互打應該 網內互打是不用錢 對不對 那美金網內互打要不要錢 要 要 有些銀行 基本上很多銀行都是不用的 網內互打 基本上是不用的 有一次我到華資貝的銀行 我把我家裡的美金 要集中到我的戶頭裡面 我要把它轉出去 結果他跟我講說 你這邊轉過來也要錢 你這邊轉過來也要錢 在同一家分行 就分行和分行中間轉也要錢 不是分行 是同一家分行 轉也要錢 我跟他公開了好久一段時間 只是同一個戶頭轉到另外一個戶頭 這樣不行 對 同一家分行 同一家分行也要錢 不只是同一家銀行 是同一家分行 也要跟我收手續費 所以一定要搞清楚 對 網內互打要不要錢 好 我們來看 所以呢 又轉帳的 仍然有手續費成本 對 那你如果轉完之後 你轉入對方的戶頭 你自己的戶頭 也要費用啊 除非你是VIP 所以教授你這是用15214美金來算嗎 對 15214 會有600的轉出匯款手續費成本 以及這個是233.46 這個成本是匯款的 這個是匯入款 匯入對方銀行的 所以就是轉的 這是匯入 所以600加233 又多了一個800多塊的成本 833.46 東西 在匯入對方 我按一下 就請問一下 這是匯入 動作人 你們遇見 在匯入